我們上次講了蝴蝶定理 大概重溫一下 中間有一個交叉 兩邊好像是對翼一樣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 就會等於這兩個角度加起來 我們今集就玩一些變化 中間這裡交叉 兩條線搭起來 但這次玩到 更多條線 變成三條線 我們先砌三角形 三角形 這樣就像多了第三組翼一樣 所以這個叫三翼蝴蝶定理 同樣地我們希望考慮的是 這些角 這些 這些 我們也是考慮外面的角 中間交叉位的 我們就不考慮 其實它們都會有些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用回耳枝 這個兩反的蝴蝶定理 如果我們看左邊這三角形 這裡有一個交叉 所以剛剛好 如果我這邊動下去的話 我就不要理這兩個了 掩住這兩個的話 其實這裡左右就像這裡這樣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其實會等同於這兩個加起來 等同於把這兩個搬過來 我們就忽略到這邊了 你會發現很有趣 合起來之後 這裡就變成四邊形 剛剛好這些角加起來的話 就是內角和了 內角和了 360度 或者叫二拍 回到原本的圖 就沒有這兩個 這六個角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角 加起來就會是360度 同樣也是 我們說蝴蝶定理 它不一定是三角形的 所以同樣地 我們玩到三翼的話 都可以 譬如我們這次玩到四邊形 加兩條邊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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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有三組的四邊形 同樣也是 從屍蝴蝶定理的話 我們也是 考慮這些角的 中間 雙膠的位置 我們就不理會 同樣地 如果我們也是 只看左邊這個角 我們也可以用兩反的蝴蝶定理 這裡就隨便作兩條邊給它 這裡就是左面一個四邊形 右面一個四邊形 這三個角加起來 就剛剛好 就等於這三個角加起來 又是 我打算這邊的話 你看到這些角 就好像 這個又是內角和一樣 我們要數回 它到底變了多少邊形呢 這個1 2 這就合起來了 3 4 5 6 7 變成7邊形 7邊形 內角和就叫什麼 就是7-2 1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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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9 9 9 8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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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考虑这三只角 这三只角 还有这三只角 我们看左面这一棵 我们玩这个交叉 对对右面应该是一个四边形 我们会发觉 这里直连 已经是四边形 这四边形出来了 这三只角 就对应到 这一只 又对了 掩住这一棵的话 我们又数回 虽然我们从外形去看 这里是一二三四五 外形来说是五边形 但我们说原本这些角加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原本这角加起来 所以当它搬进去的时候 其实中间这两个 都是要计算的 它刚好圆成一圈是360度 我们说 加一只角就多180度 刚好就多了两只角 多了两个π 刚才我们说是五边形 如果计算内角和的话 都要减二 才成π 这里减两个π再加两个π 都是一样 都是五π 跟刚才那一样 所以它形状粒疼的 就不影响 很明显我们一直玩上去的话 五边形 六边形 七边形 应该都是同一种玩法 数学来说 我们最喜欢是找公式 只要找它的规律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说一定分成三组 不管它是多少边形 但是中间这角我们不算 所以如果我们当叫N边形 有一只角不算 就减一 然后它一定是三组 就成三 但我们说当它搬到对面的时候 其实它一定会怎么样 它会和旁边的角合拼 因为它刚刚好三组 两边都会合拼了一只角 就是两只角变一只角 两只角变一只角 这里两只角变一只角 两只角变一只角 所以总共是少了两只角 那我们要减两只角 但这个就是角的数量 如果我们要计算内角和 再减二 就整个呢 就成了一个π 给它了 那你收拾几条 它的话 这个呢 其实叫做3n 减3 然后再减4 这个π 也就是3n-7 这个π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公式了 总之就是说 我们看到三反东西 中间三条直线 当然要 三条直线 就是交叠出来的 而三反东西 如果它也是同样的n边形的话 那我们呢 代回这条色 代回n进去 我们会知道 它所有 旁边的角变一只角 是多少度 记住 不算中间 这里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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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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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